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记性又不好 那么所以常常犯这种低级错误 那另一方面呢 也有很多人批评 说我吃中国饭 吃中国米 连中国话都没说好 那还凭什么做节目 意思呢 大概就说我普通话没讲好 那我也的确承认的确是这样 但是你回想一下 如果说你吃中国饭 就得说好中国话 这个中国话也就是普通话的话 大家有没有上网听过当年毛主席49年 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他说那口是什么话 是标准普通话吗 当然不是 我不是想拿毛泽东来为自己辩护 我是想借着这一点 去提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个现象是什么 就是不久之前 其实中国按照那位网友批评 你吃中国饭该说中国话 其实不久之前的中国 没有什么人是说中国话的 大家说的都是方言 或者是带至少是带着方言口音的 普通话或者是官话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尤其像我这种广东人呢 尤其严重 你知道清朝的时候 凡是遇到福建跟广东考进来的禁事 要当官 哎呀这个朝廷就很头疼 所以为什么呢 是因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你听过福建人 一般的广东人 不会讲普通话那种 你要他硬讲普通话 说给你听听看 包准你也头疼 所以雍正皇帝的时代 特别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 叫正英书院 这个书院就开在朝廷里头 反而是广东福建来得尽是 先给我上那里头上上学 学好官话 这个当时的官场通行的那种标准 你再好好当官 那么后来到了慈禧的时候呢 慈禧的时候也遇到一些广东官员 他真搞不定 那怎么办 他就当时不得不破例 那么当时呢 本来应该只有军机大臣 才能进室内帐内 他破例 从侍卫内大臣里面挑人出来 陪着这些广东官员进来 干嘛呢 翻译 做翻译 穿门 你看都是中国人吧 广东人说官话 还得有专人给他翻译 一直到了光绪 梁启超我们知道 当年戊虚六军戊虚政变 那么之前 梁启超呢 那么很得光绪的宠爱 那么当初他们见面 你知道怎么见面 这个君臣相见 本来是相见欢 那么光绪皇帝 非常渴慕他的才学 而梁启超也是满腔的想法 要跟皇帝说 要一说 说不明白 听不懂 因此我们知道 当年梁启超 本来是举人的身份 举人呢 要是得皇帝召见 按例啊 要翻译次官员啊 得给他个四品官 但是由于这对 彼此都很仰慕的君臣 无法沟通 没办法 就给他个六品顶带 讲了这么半天 跟我们今天要讲的 古文官纸这本书 有什么关系呢 大有关系 因为我给大家介绍 古文官纸 用意在于 借着这本书 当入门 当桥梁 去认识中国古典 认识中国古代的文字 中国古代的文学 那当然就是文言文 文言文 跟我们白话文 现在用的白话文 最大的分别在哪 就用白话文运动 最有名的口号来讲 叫做我手写我口 对不对 可是大家想想看 这里面马上出一个问题 当年白话文运动 兴起的时候 如果大家说 我手写我口 写的是哪个口呢 广东人 是不是就写广东人的口 福建人写福建人的口 那会写成怎么样呢 大家那个文字 就无法沟通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中国 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口 我们近代的 现代的所谓的国语 或通行全国的普通话 是一个很晚近 才形成的东西 在一百多年前 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它顶多就是一些官话 它通行于官场 士代夫 或者到处流走的商人之间 大部分的老百姓 平常沟通 讲的都是家乡话 因此以前的中国人 如果来各自来自不同遥远的地方 会在一起 见面 很难沟通 那时候怎么办 你看以前真有很多这种场面 大家就笔谈 如果你会字的话 以前的文人 大家都说方言 没法坐下来好好聊天 我们笔谈 笔谈为什么又能沟通呢 因为你写出来的那个文字 它跟你说话的 那个口语 是完全不相干的 或者离得很远的 那就是文言文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说 其实古代中国 不是套同一个语言统一的国家 大家靠的是同一套文字统一的国家 大家说不同的话 写一样的文字 其实你从那个角度来看 当年那个做法是很有道理 中国幅员广大 人口众多 历来都是这样 在那个情况底下 大家当时又没有电话 不会看电视 没有听广播 全国上下怎么沟通 朝廷政令如何下达 靠的无非就是文书而已 因此文字跟行文的方法 它必须统一 说话反而用不着统一 因为你不会闲着没事盖 在广州你说 我打电话给北京皇帝聊聊 没这回事嘛 对不对 不止中国 世界各地以前都是这样 你比如说以前的欧洲 像法国原来也讲两三百种语文的 是到了很现代才统一成一个标准的法语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各国的标准语言 几乎全部都是到了很晚近的时候 才逐一统一起来 这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必然半生的一个现象 叫言文合一运动 就你说什么话 就写什么字 这几个东西统一起来 它的前提是 首先全国讲的语言要统一 因此白话文运动要成功 它首先的前提呢 就是大家的说的话是一字的 然后才能我手写我口 写出来东西 也才是一个顺畅的 大家能够了解的语体文 白话文 那么由于文言文这个东西 它是种抽象的文字 它不跟我们日常生活语言有太大的关系 以前我们古人 哪怕是韩语 他说话也不会说文言文 天哪对吧 他说话也还是个语体文 带着他方言口音的语体文 那么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了解 为什么文言文如此简略 我们今天的人读言文言文 觉得困难的地方 它五六个字 我们用白话文来译写的话 得译成十几二十个字 那是因为它很简洁 它这么简洁 其实也是一种沟通便利 因为它不像说话那么啰嗦 它用文字表达 它是更抽象在我语言之上的东西 那么要读到这种最典范的 最抽象的古典文字 我们就要从古代的文体下手 比如说先秦的 比如说春秋战国的文字 例如说我现在给大家读一读这一段 这一段非常有名的文章呢 就出自国语 国语这本书呢 今天很多人都以为是左丘明写的 因为司马迁讲嘛 这个左丘失明绝有国语 其实不是 现在的考证说它是战国年代的一些不知名的人 所记录下来的当时的史事 尽管是不知名的文士所记录 但写得非常精彩 我们读这一段你就马上看到 我们中国古代文言文那种抽象简约之美 到底美在何处 我们现在念的这一段 就是国语这本经典之中的周语上 其中一篇 少公见丽王指棒 丽王虐 国人棒王 少公告曰 民不堪命矣 王怒 得未污 使兼棒者 以搞则杀之 国人莫敢言 道路以目 王喜 告少公曰 无人米棒矣 乃不敢言 少公曰 是杖之也 房民之口 胜于房穿 穿庸而愧 伤人必多 名义如实 事故为穿者 觉知识道 为名者 宣知史言 故天子听证 使公亲至于烈士献诗 古献点 史献书 诗真 首付 蒙诵 百公见 数人传语 尽尘尽规 亲戚补查 无始教委 其爱修之 而后 王斟酌焰 是以事行而不备 明知有口也 有土之有三川也 才用于是乎出 由其有缘系 眼莫也 依时于是乎生 口之轩言也 散拜于是乎心 行散而备拜 所以父才用 依时者也 福名律之于心 而宣之于口 诚而行之 胡可拥也 若拥其口 其语能几何 王福听 于是国人 莫敢出言 三年 乃流亡于志 我们看看刚才那篇国语的 《少公见丽王指望》 讲得多么好 多么精彩 你比如说他看他第一段 丽王虐 周丽王 我们知道周朝啊 到了西周到了丽王的时候 已经快完蛋了 这个丽王呢 还特别的暴虐 残酷 那么于是呢 国人傍王 就大家不高兴了 就毁谤他 就骂他 私下都在议论他 说他坏话 然后他身边的大臣呢 《少公告约》 告诉他了 就告诉他什么呢 说民不堪命也 老百姓都快受不了了 然后呢 这个王怎么办 这个王的表现 就生气 大怒 于是找来一个巫师 从魏国找来一个巫师 这个魏巫干嘛呢 让他来监督 哪个老百姓敢骂我 就是舆论监督监控 看谁敢说话 谁敢说坏话 把他围稳围掉 怎么围呢 他们比较残酷 以告就杀之 杀了他 这么一来 国人就不敢说话了 不敢说话 那怎么办呢 我们看看是四个字了 道路以目 就是说 这个国君太暴虐 太专政 而且还不准老百姓说话 不准大家骂他 谁要敢说他坏话 都抓起来杀了 这时候怎么样呢 老百姓在路上走的时候 是道路以目 就是路上走啊 用愤怒的眼神 彼此互忘 用愤怒的眼神 嘲讽的眼神 彼此打眼色 你看看这个就是 文言文的魅力 你要说很多句话 才说的清清楚楚的事 他这四个字 道路以目 我们再看 国语呢 通常呢 在他的最后一小段呢 都会写得非常的精彩 例如说 这一篇的最后一段 是什么呢 就是说少公 跟他讲了一大堆道理 那堆道理呢 出了很多成语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 防民之口 胜于防川 老百姓的嘴巴 你是盖不住的 我们要知道这种 把老百姓的心声 他们的舆论 当成水啊 是一个中国很常见的 一个自古以来 就有的一个比喻 你比如说在左传里面 谈这个职产不悔相效 也用到了这样的一个隐喻 这么一个比喻 而谈水这个东西呢 在从政 从社会风气来讲 更是常见 比如说我们常讲的 水伦在舟 亦伦复舟 从善如流 或者孟子里面 讲姚帝 说他什么呢 文一善言 建一善行 若觉江河 佩然莫知能欲 都是用水来做种种的辟欲 那么在这里呢 少公这个忠心耿耿的大臣 就跟这个王 讲一大堆一些道理 他都不听 他都不听 那最后怎么样 最后一句话 讲得太精 太精密了 太精简了 他说王福听 王还是不听 于是 国人莫敢出言 大家都不敢说话 三年乃流亡于始 三年后 大家就流放这个国王 到了一个地方 叫始这个地方了 你看他几乎没有讲 这个国王是怎么被轰下台的 怎么被流亡 就很简单 你不听老百姓舆论 你不听大家心声 你如此的暴略专政 不理老百姓有什么不满 还不准他们说话 三年后你就完蛋 就这么简洁 结束了这篇文字 结束了这篇 我们中国老祖宗 就很传送的一则故事 一个教训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头 我们看看 其实他还省略了很多东西 我们看后来的国语 就知道 这个立王呢 还不光是就这么完蛋 他不让老百姓说话 还不止 他还宠幸另臣 往往都是这样 你一个国王当政者 你不爱客观的 吟听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声音 你就会只偏听某些 你中听的话 那么凡是专说好话 给你听的那些官呢 那些官员呢 那些人呢 都是宁臣 有这么一个宁臣叫荣夷公 他给这个周立王建议 哎 这样子 我们把三川临辙 就是当时的国有资产 全部都收掉 那我们要知道 这个东西全收掉 你就是与国人争利 那么国人本来在里面呢 有自己的灵场 有自己的牧场 自己的种地 你把它全收归国有 那老百姓更受不了 就是这种情况之下 他被人造反 流放 那么 而这个劝 之前劝告他 要听老百姓 声声的这个少公 又怎么样呢 这个少公 反而这时候 你看到他真是个忠臣 他保护丽王的儿子 藏在自己家里头 而大家来到他家 交人 这个国王被我们流放 他儿子都不放过 交出来 他居然送出自己的儿子来顶替 而真正立王的公子呢 被这个太子被他养大 那人就是后来的宣王 做过一次西周晚年的一世忠心 我们这时候就看到 什么叫忠臣 什么叫令臣的分别 但是回过头来啊 我们要讲清楚一件事 这篇文章所讲的国人 我们读中国古书 凡是春秋的时候 讲国人 你千万别以为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国人 就是平民老百姓 不是 这里所讲的国人 指的是什么人 指的是一些贵族 是一些重臣 是三公九卿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是住在城市里头 城墙范围内 这种人叫国人 一般的老百姓呢 都是野民四散在城外的 那么而这些人呢 其实你某个意义上 叫贵族 那么他们跟这个王的关系呢 真的就是典型的封建制度 我们在欧洲后来 也还看到那种封建制度 就他们对国王的义务呢 就是当战争发生的时候 他们组织兵员 一起出征 那么平常呢 也要做一些赋税啊 等等的作用 那么他们有这个义务 因此就像我们知道 英国大宪章讲的 你有义务就有权利 他们也有相应的政治权利 而这个时候呢 这个国王太过暴略 欺负他们 不理他们的话 因此贵族联合起来造反 把这个王给赶跑了 那么这是一个古代的故事 但是自此之后 所谓的防民之口 胜于防川 这句话就流传 直到了今天 还是个颠扑不破的 金科玉律 那么我们读整部古文观纸 一代代一篇篇有名的古文读下来 不只让我们发现 原来我们很多熟悉的成语 它的典故源头在哪里 还看得到许许多的东西 我们老祖宗早就给下 我们很多智慧的教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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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理想制频道上线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如果各位觉得还行的话 何不干脆订阅我们这个制频道呢 成为看理想制频道的订户之后 你不只会比别人更快的看到我们三档节目上线的情况 抢先一步收看我们的节目 同时你也会比别人更快更齐全的了解到我们的节目的制作 它的幕后种种以及各种各样的花絮 有时候呢我们三个人 陈丹青 马世芳 还有我梁文道 我们还会针对最近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 世界局势的事情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说法 也都会专门给我们制频道的订户观看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更亲密地跟我们互动 不只是线上的互动 而且还有很多线下的活动 在这些线下活动里面 我们看理想制频道的订户 会优先可以有机会报名参加 那么大家互相认识 互相聊天 互相了解 如果你们对于我们在这里介绍的书 音乐 画册 甚至是一些主持人他身上用的东西 穿的东西感兴趣的话 说不定也能够透过我们看理想制频道 找到一个很方便 很合理的一个订购方式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不就干脆今天开始订阅看理想制频道 登陆优酷土豆 直接搜索看理想 接下来你可以点击播放窗下方的订阅按钮 又或者直接扫描页面中的二维码 这样子都可以订阅看理想制频道 订阅看理想制频道 关注一千零一页 我是梁文道 关注局部 我是陈丹青 关注听说 我是马世芳 老师 你让我观察听说 观察看理想她 我心里想听说 建议